做了太太和媽媽 是真的令我成為一個更好的演員 更立體、更豐富的一個演員 因為我覺得人生語氣 結婚、有了小朋友 都停了差不多四、五年時間沒有拍戲 因為兩個女兒都回到全日製 所以我就可以多一點自己的時間 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而我大女兒都很鼓勵我拍戲 她說媽媽 我也有暈過 她說你會不會想要媽媽經常在家裏不做事 我以為她會說是呀是呀 她說不要媽媽做事好 我心想為什麼會這樣 她說因為她看到媽媽做事 她說我做事她看到我很開心 因為始終做戲是我很喜歡做的事 我不是想著兩三年就不做 這個我現在想著我都差不多二十年了 你就會覺得 我好像除了演戲 我也不知道還可以做些什麼 做媽媽 對 做媽媽 所以變成了有一件事 是令我繼續可以學習 去探討 去研究 我覺得很好玩 而有女兒都支持我 我還放膽去做 如果我有得繼續做我喜歡做的事 但同時我又可以兼顧家庭的話 那我當然覺得是 我都沒有東西可以去擔憂 沒有 因為我和女兒說 我說讀書你只能夠盡心盡力 但是讀書不是在一起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始終我覺得 你要 你的人的品好 是比你的學術的分數更重要 所以我希望她是學習在 生命教育 在做人的方面多一些 譬如很多時候做慈善 都會拔回他們一起做 你讓他們知道 其實這個社區是和自己有關係的 這個城市是和自己有關係 這個地球是和自己有關係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責任 譬如假設我帶他們去 每年去和他們清沙灘的 清潔垃圾在沙灘 執垃圾 我們執了八大袋 黑色那些很大型的垃圾袋 他們才知道 原來這個沙灘有這麼多垃圾 然後他們的房間 執得很乾淨 以前是 嘔極、講極都不會執的 不會執的 因為他們知道 最後都有人幫他們執 他們看到 原來你的行為 你有這樣的後果 於是他們便會執 我覺得這些是 真的要透過 你真的要拿時間出來生教 沒有辦法 為了 cob 感谢观看